做完基本模型後我們來做另外一種模型的建模方式 我們之前做的就是用Poly用面的方式在製作模型 我們這次現在我們的Optimal我們用另外一個模式來做 用線的方式建模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聖誕樹上的彩帶 彩帶 這裡礦件就要curve 這裡可以叫做circle 或brezeal 對circle 它這裡進到edmode它其實還是取線的模式 我們可以針對模型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模型 用線 線的編輯 線的編輯這裡它在線的模式這裡 它叫geometry 它這裡可以把itrue長出來 長出 這樣就可以做出模型 用線的方式來讓模型 而且這樣的話 其實在做模型的話 其實可以做很多的可調性的修改 它可以一處長出來外 它也可以長圓柱狀的 用round這裡出去 長圓柱形的 像我們如果配合線的話 我們就可以長成帶狀型的 像我們這次大概就用的就是 用線型的 像我們就要繞彩帶 在順著樹上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好這裡我要教一個大家算 偷吃步 或者是說一個變通方式 因為其實大家一開始在使用的話 其實應該大家不太會使用curve 像一樣它是用點線面縮放的方式去做操作 像我們這裡 我先把線 好 我們一樣 我先把模型這個先關掉這樣比較好 觀察線 我們在編輯模式 點線面的編輯模式的時候 然後 這樣選到兩個點 我們就可以按Subdivide 它就可以在中間加點 所以像我們這個按例的話 我們這樣縮一點點 按Subdivide 這樣我就可以在每個邊上都增加一個點 這樣我們就可以 往下移動 Scale 這樣就可以很快的做出像 可以彩帶的樣子 對吧 就可以像這樣的話 做出槌掛的彩帶 我們這裡好像太粗了 我們這裡就可以做一些變化 才不會每一條彩帶都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再把它人選出來 把彩帶放到我們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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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就可以很快做出我們要的彩帶 當然我們要如果要做比較一些細節的變化 如果要往上纏繞的話當然也是可以 我們可以用另外的方式 因為現在我們只是一圈嘛 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做大家做來做入門 好所以像上面這一層的也是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去製作 然後我講一個另外一個比較拉投資部的方式 但用Bevel其實也蠻已經很快 另外一個方式是 我在Mesh的方式我做真的是Circle GZ Circle它是跟Mesh是同一個屬性的 然後這裡我先 Circle 我這裡點數我少一點 因為我要上下層我們剛剛下面是四個點 變八個點嘛 這個不太一樣我們做一點不一樣的我們做六個點就好了 右角形 好 因為像Circle它預設永遠都是四個點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出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好 進到エリモ 全選 GZ 把他移上來 Gill縮小 像我們上面這個點數 我像這樣好 點的面數我就不需要像 像下面這個那麼多 然後 現在我就可以選到要的三個點 GZ往下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出不一樣的 可是像這樣的話我們這個是模型 我們我們沒辦法 長成 像這樣的 Curve這樣長成有粗細 我們可以把它改變 在Object 選到他的狀況 Object 我們這裡叫convert 我把它轉換成Curve 好現在他也是直線嘛 我們一樣進到Edit Mode 你看這個onCurve他已經轉換成Curve模式了 我們這裡 右鍵 這裡叫set HandleType 應該是我們先把Sprime的模式我們改成Brazil 可以改成Brazil 這樣他才有矛點 這裡大家可以擠快捷鍵 右鍵 V Vector 我們這裡改成 Free 改成 V Vector Veum automatic 改成自由模式 然後我們就把它 再改成 Low Local 模式 Individual Origin 我們就可以調整 掛線 然後我們這裡一樣就可以 把它厚度長出來 就可以把它 長出來 然後 Curve 他的預設 就有 Smooth 這個的話 我們預設 我們要把它改成 在Edit mode 地方 我們一樣把 Object mode 我們一樣把它改成 Smooth的模式 這樣的話我們也 這樣就可以得到 是 圓滑的 樣式 圓滑的 彩蛋 一樣 這裡 多一點高低都有差 讓他不要 看起來 完全對稱 但是如果要做比較細的 變化的話 我們這裡 Curve都可以 做一些調整 0.02 0.03 我們一樣 然後出租了另一點 彩蛋 然後上面這個也是一樣 可以用一樣的做法去做 在這裡我就做一個比較 簡單的 Smooth A Mesh Circle 你看我們用六角 這裡 好 一樣把 選三個 我們這些就 上下我們就剛好錯開 GZ Scale 一樣 我們把 GMO 我們把 convert to convert to curve 然後把他的模 選到 EditMode 把他點模式 我們改成 Vezier 再把他 Vector 看到 Auto 這樣我們就可以 可以 放下來的local individual origin 就可以用自己的軸心了 好 這樣 長0.0 去長出他 他們的 圖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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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長細一點好了 不會太重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做出聖誕樹的彩帶 我們在這裡 形狀太對稱了 我們叫 Rotation Z 錯位錯開 用彩帶 用線的方式就可以做一些其他的 形狀的變形 當然如果我們上面這裡還要做一些額外的形狀的話我們這裡也可以用Profile 來增加一些他的細節 就可以掛起來看像是不太一樣的 彩帶 有一些形狀我們可以用自己 或者是我們自己畫線 去攫取 這就是關於線的方式